字幕提供 好了,我們開始上課了 歡迎我們老師梁漢威先生 梁老師你好 大家好,各位同學 和三個旁邊的朋友 梁老師有個好處 帶我們到處去探望朋友 親朋友、親友 這麼空間呢? 是的,我看到你 叫我們去探望二樓 然後介紹我們 這個二王是怎樣 唱康的二樓 其實我們只是說笑而已 但無論如何 我們在粵曲裡 我們多學一些很基本的版式 對我們唱粵曲很有幫助 今天帶我們去那裡探望什麼的親戚朋友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大家都很想知道 還有大家都經常接觸到的 就是幫子曼板 幫子曼板又叫做時工曼板 為什麼叫做時工曼板呢? 我在這裡就不講詞 首先你要講的是幫子曼板 就是它有分了很多不同行當的唱法 例如說平喉、子喉、大喉和河調 這些都是幾種唱法 即是說同時是一種的曼板 但是如果你要唱幫子曼板的時間 唱子喉的就應該唱它應該有個腔 平喉就唱它應該有個腔 這樣就叫做不同行當的唱法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聽見別人說 咦?這個人唱錯了 他就在平喉唱了子喉的腔 在這個幫子曼板來說 這個錯誤很多時候在那些劉學生 劉升基學生最大的毛病 因為很多時候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在可能學了這段子喉的唱法 他又反串唱平喉的時候 當時用回同樣唱法 可能就會出現很多差誤 那就是了 我們首先 因為要介入幫子曼板 這個這麼深的課程 首先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要聽一聽四種不同的曼板 首先要介紹給大家聽的 就是平喉的曼板 這個曼板是大家經常接觸到的 是甚麼一段呢? 就是弟女化的音語 好,我們一起欣賞一下 有話說一下 我最終接觸到這段子 要常詞在今天 是那些抗愉狀 我絕對 夜廊 你 快 要 你 不是 你 這段大家都很熟悉 聽幾句都知道怎麼唱下去 唱卡拉OK 經常都唱 為什麼經常都入不到板 或者拉錯腔 這句有一個很大的學問 你現在開鼓了嗎? 沒開鼓了嗎? 我繼續聽梓喉 聽梓喉 梓喉哪一首曲呢? 梓喉我們舉一個比較Hit的歌 就是《紅葉仙梅》 我們聽聽寶姐唱的 幫我慢慢 聽聽梓喉 不再畫面 隨世衰緣 雲是流年 隨玉水 情月秋 明天不再畫面 不再畫面 就感受不太好 紅紅 綺藏 綺藏 阿威哥 我們聽見寶姐唱一段《紅葉思梅》 跟我們剛才聽尹姐唱的一段 在感覺上有些不同 你感覺到什麼? 船頭有變化 在結束音有些不同 沒錯 但板式一樣 唱詞的結構都是一樣 而是重複再說一次 不同行當 行當的意思是戲曲解釋 不同的角色 在不同的角色演繹這些 漫版的時間 就要注意不同的唱腔 我們要聽聽就是大喉的唱法 我想大喉的變化更大 大喉又叫做霸腔 大家聽聽霸腔的漫版 歌曲解釋 歌曲解釋 好 好 好 我茶凌 西泉芒 這個就是蔣艷雄唱出的關雲唱 是我的偶像 你的偶像 我們好像很偏心 聽到兩次都是藍喉的唱法 但說幫子曼版來說 因為平喉的角色所唱的唱法 因為遇到幫子曼版時 有三個不同的唱法 難度高就在這裏 婆惠平喉 男人的主要唱康 心覺主要唱康 平喉的意思 我們可以這樣解釋 在很平淡的情緒下 我們用平喉的唱康去唱 不激動的 好像說一些很風流 很野艷的東西 或者說一些很平淡的東西 今天天氣很好 諸如此類的東西 或者對話式的一種這樣的唱詞下 都是會用平喉的唱法 但是說如果到激動的時間 他就會用大喉的唱法 大喉有兩個名聲 一個叫霸康 霸康就是大喉 大喉就是霸康 大喉故名思義 即是把原有的唱詞 旋律改 將旋律提升 聽了出來的時間 感覺到劇中的人物 情緒激動了 以及塑造劇中的人物 那些英雄的形象出來了 即是在旋律進行 一定會比較高抗 是的 還有梓喉 剛才我們聽過 梓喉聽過 平喉聽過 大喉聽過 還有一樣東西要問 怎樣呢 就是我經常都遇到 河調慢版 究竟這些是什麼東西 河調慢版 聽起來 好像跟梓喉的唱法一樣 河調慢版 是生國唱的東西 不是梓喉唱的東西 在什麼情況下 要唱河調慢版呢 譬如說 心情不好 叭 或者在很大段的慢版 都是在生國唱的情況下 搞變化 搞變化的情況下 我這兩三句 要唱河調 就是河調慢版的旋律 是很接近梓喉的唱法 現在我們聽聽一些 比較經典性的一些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所謂的情緒變化的 情況下 用的河調慢版 你覺得就是 紅樓夢裡面的 保育緣分 為什麼要唱河調慢版呢 因為它悠緣 一段一段 大好的因緣會 遁成炮影 這件事很可憐 所以有病 在這種情況下 就會唱河調慢版 全是想說的 有病 有病 不只有這個 凝離 還會說 出獄 你 承 你 不就是 他 他 夫妻妍, 子妙被我参与 参加座月, 令我思念 参加座月, 子妙被我参与 阿威哥, 我想现场的同学就没有人不知道这位是哪位 不是吧? 我们是大众的偶像 有没有人说不知道? 一定是我最崇拜的林家兴先生 是的, 声歌唱应该用官话唱出 是的, 刚才这些是很经典的名曲 熟集粤曲的朋友都知道 会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它不是板开口 何调漫版有一个特色 就是在中丁开始唱 这也是它的特色之一 何调漫版有很多变化 它从庭后慢慢出发 在这个根基底下 哪一个应该唱何调呢? 哪一个应该不唱何调呢? 是可以自由发挥的 还有有时它会唱出大喉的唱肯 这就是一个非常高的学问 我们会在这两三个星期不讲字 我们会集中讲了 平后漫版和子后漫版 是, 不过拆开一笔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一些漫版 例如何调漫版 传律是怎样的 是否因为它真的有了很多变化 可能是有些深思 改成这样唱 所谓的特别著名 那个音是什么音 你觉得很对 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从古直至今 所谓的意思不是很久 是百多二百年来 在粵曲界里面来说 在以前的前辈 在他玩音乐 业余也好 当这个伴奏者和主唱者 两个想搞默契的时间 大家必须在白纸黑字底下做些功夫 即是抹好唱歌 唱歌定了形之后 唱者本身已经有了一个定了形的旋律 伴奏那个形也有了一个默契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在千秋后世 都流传了一些很好的经典和很好的旋律 给后者去继承 所以就说我们学这个唱慢版 其实是一个很需要花时间去听和练的东西 由于这个何调慢版 更加的变化更多 即是刚才我说 一句唱何调 一句又不唱 或者一会有一句 突然间好像半评霸的霸哼 就是这样的诸如此 更加要用白纸黑字来抹下 那我们不如由这个平后开始学 好吗 好 那我首先要讲一些东西 就是刚才我还没讲的 好 就说很多朋友都说 什么叫时工慢版 又什么叫帮子慢版 帮子慢版和时工慢版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呢 时工慢版 大家都记得等于是帮子慢版 帮子是一个体系来的 雨区里面有两大体系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二网体系 二网体系里面也有包括手板 慢版 二楼 细皮等等的东西 而帮子体系里面也有包括手板 慢版 菌化 中版 还有其他东西 为什么逢是帮子类的东西都叫做时工呢 不知道现场朋友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不如让我回答吧 由于帮子类的所有一切的唱歌和曲调呢 时字和公字这两个船是比较出现得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以前的师傅叛咒的时间 既然时字和公字都出现得多 倒不如将那个叛咒的主要弧琴 即是二户 现在叫做二户 调高了一个一道 以前是调河车的 因为它出现了 时和公比较多 扭高了一个音 内演是时 外演是公 那就叫做时工 大家不要搞错 不是事工调 事工调是另一回事 事工调就是将原有调提升高了一个 那就叫做时工调 这个帮子体系的东西 为什么叫做时工 就是方便伴奏的人 去伴奏帮子类体系的东西 所以叫做时工 即是说在空弦的时候 一条就是撕 一条是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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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在定弦方面已经很清晰了